现在是晚上5点钟啊 我儿子从大连回来了 但是呢想吃点烧烤 我们爷俩录点烧烤啊 本来想吃牛骨锅了 但是他不喜欢吃 儿子啊 你看你吃啥点 来十块羊肉 再来十块猴肉 那还斩猴了到你这 我这串烤嫩一点啊 我喜欢吃嫩的 OK 好吧 OK 大鸡蛋给我多刷点酱 撸点小烧烤 喝点小啤酒 儿子回来了 我跟你说高兴啊 都吃烧烤了 给你点烂腰了 必须的 俩不行 四个 小啤酒必须给他 中开 儿子其实放假了 说实话 时间长了 一个星期见不着我都想 以前吧 小时候真的是 小时候上午跟前一样 我搂 其实我挺烦 但是现在海户大了 我感觉啊 想搂啊 那跟你搂都是不容易了 是不是 该没啊 敬粉丝们了啊 喝个鸭 没不可 大鸡蛋呐 有大饭吗 老板 他家这个鸡蛋呐 他家这个鸡蛋 我说实话啊 每次吃 我跟你说 我都吃桑家 喜欢吃桑家这个酱 他这个酱特别的好吃 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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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跟你说啊 想聊聊什么呢 爸就是爸下一步 怎么要去迎口 因为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单位啊 就可能调到迎口 给爸调到一个月 哦 你要是放假的话 你请回来一趟 知道吗 咱们给你打工 说实话 老板要去哪儿 咱就去哪儿 咱就是属于那个 那啥的一块砖 哪里需要哪里搬 是不是 嗯 到了迎口 尽量干好 每一项工作 咱们呢 别给老板调链了 也别给自己调链了 嗯 这油饼啊 真香 好不好吃 好吃 大油饼真香啊 真香 他家这个大油饼 油饼是猪的护心肉吗 应该是 嗯 应该是吧 你尝尝 我尝不出来 我尝尝大油饼 我儿子说这大油饼特香 我尝尝大油饼 嗯 丰干大油饼 哎呀 再来一块 味道理认的 嗯 觉得 爸一圈去的话 我估计是一个月左右 都是为了生活 都不容易 老板让咱们去哪 咱们去哪 吃你就得吃点大药物了 好久没有这么放肆了 说实话 也是俺儿子回来了啊 借儿借儿子管 嗯 嗯 嗯 鱿鱿特别咱嚼 哎呀 大鱿鱼 就这味 比外面好得好吃多了 他家这个味确实挺不错的 虽然店面不到 但是味道绝对不差 那么多